经常看到艺术品拍卖市场上 轻则上千万动辄上亿的那些拍品 你有没有想过拍卖公司到底能挣多少钱呢 这两天正是纽约亚洲艺术周春拍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日子 各种天文数字的成交价更是看得人肾上线素飙升 那么一场拍卖 拍卖行至少可以赚取五分之一的成交价佣金 买家佣金是指拍卖行为委托人和售买人 以拍卖的方式完成拍品交易之后 按成交价也就是落锤价收取的一定比例的报酬 随着近些年通货膨胀率的搜索上涨 各大拍卖行也在2023年制定出了全新的艺术品类别的买家佣金收费标准 用苏富比拍卖行在纽约分部的情况举例 落锤价在100万美元以下买家佣金费率为26% 100万到450万美元的落锤价佣金是20% 落锤价在450万元以上买家佣金费率是13.9% 看来这个比例是倒挂的 说把买家佣金别忘了还用卖家佣金 道理很简单 就是作为卖方你得有寄售的费用啊 对于卖家佣金 苏富比一直是比较固定的按照落锤价的10%收取 近几年拍卖行都在暗戳戳的一点点提高买家佣金的比例 所以拍卖行在艺术品的拍卖上 赚取个24%到30%的高佣金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在外人看来 艺术拍卖市场上总是建立在一种似乎不太透明的基础上 吃瓜群众了解的越少 那么拍卖行也就越开心 只有这样呢 才能更多的获利 甚至有的时候呢 拍卖场上那些叫人激动的叫卖声 可能也是拍卖行做戏做全套的一种表演 要想知道艺术品拍卖背后的小故事 今后我再为大家继续详细的说